国盟一党刁曼洲议席候选人莫哈·莫尔努斯 近日凌晨突然出事 针对第15届大选投票成绩 安华表示信心满满 扎西表示能阻新政府 阿兹敏则表示希望能获胜 选举委员会指出 截止下午1点 第15届全国大选投票率为50% 各位观众朋友玩家好 欢迎收看2022年11月19日的东方大麻头条 我是俊伟 国盟彭亨州联委会主席 拿督斯里赛夫厅证实 国盟一党刁曼洲议席候选人莫哈·莫尔努斯 去世的噩耗 这代表着彭亨州的刁曼洲席 今日不会进行投票 一党总秘书拿督斯里打击尤丁 及土团党主席丹斯里莫尤丁 等领袖纷纷向尤努斯的家人表示哀悼 大马选举委员会宣布 彭亨州刁曼洲议席展颜举行选举 提名日是11月24日 而投票日则落在11月7日 与巴东色海选举同步投票 西蒙主席拿督斯里安华回到政治老巢 槟城巴东普国会选区投票 循集若西蒙拿不到简单多数议席执政 而必须与反对党合作的可能性时 安华信心满满的回应 我们参战就是为了胜利 巫统主席阿木扎西在完成投票后表示 根据国阵接获的情报显示 国阵可以组成新政府 看守首相拿督斯里伊斯麦沙比里也指出 国阵有信心可以在今晚组成新政府 不过即使有能力组成政府 国阵还是会与沙拉越政党联盟和沙巴人民联盟继续合作 另一方面 国盟选举主任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则指出 该党目前专注在争取更多国企以组成政府 他表示国盟竞选了171席 希望我们能获得适当的支持 赢下至少112席 因此与其他政党组成政府的课题并不存在 选举委员会指出 截止下午20投票率为58% 本届大选是首次18岁青年投票群 即自动登记为选民措施开跑 使到合格选民人数高达21173638人 由于只有匹里 彭亨及玻璃士 跟随解散州议会 因此本届大选将选出中央政府及三个州政府 沙巴布加亚洲议席补选 也在今天与大选同步举行 该州席在2020年宣布紧急状态而展颜至今 另外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表示 只要投票率超过80% 就会对西蒙有利 欲获得快而准的第15届全国大选成绩和新闻 请继续留守东方日报面子书和东方网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按赞留言以及分享给您的好友 一起来关注国内时事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